善良的人,永远是受苦的,那有苦的重担,似乎是女生俱来的,因此只有忍耐,世界之大,无奇不有。 今天老许在这里,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,最近的一起热门新闻,说是一个来自广东佛山的家庭,在13年前,家里一个5岁的女儿丢失了。 父亲开启了长达七年的寻找,但是都没有找到,就在最近,13多年的妇女,在大洋彼岸通过手机相认,如今已年满18岁的女儿,已经是美国名校的高材生。 这位女孩原名叫梁京,后被福利院领养,改名中奉年,家里还有三个兄弟姐妹,父亲叫梁华,13年前,父亲梁华在外打工,当时由于条件比较艰苦,所以梁华住的是民工宿舍,由于不方便把女儿接过来住,所以就将暑期过来玩的女儿暂时放到了自己的弟弟家里。 据父亲梁华回忆,13年前的5月20号,当天下着飘过大雨,中午梁华正在上班,弟弟突然打电话过来,问到女儿是不是去墙里找他了。 不久,梁华得知女儿丢了,当时整个家族都急上了天,梁华和家长在当地警方的铁柱下,多方寻找,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女儿。 但是梁华没有放弃,还是继续开启了长达千年的寻女之路,但是结果还是让人心灰意冷,当时唯一的女儿走丢之前见过女儿的,是他弟弟家门口小卖部的老板。 当时梁华一把小卖部送下来,希望女儿回来时能第一时间知道,但是老天爷最终还是没有眷顾他。 就在今年四月份,一个特殊的寻亲启事,在梁华的老家传开了,寻亲的人声称自己在十三年前走丢了,走失地点位于中山市东风镇,和顺北交界的一座桥。 这位寻亲人就是当年走丢的中妇女,她在十二年的时候,被一对美国的夫妇收养。 现在在美国名校读大学,梁华得知了这一消息后,立马查看了寻亲启事。 消息上面的描述和自己的女儿一模一样,时隔十三年,妇女相认,三万妇女两视频,手机两端的妇女二人都气不成声。 这么多年,梁华在家里一直给女儿留置一个座位,因为她坚信,女儿早晚会回家。 5月9号,梁华夫妇在警方的协助下,和周奉宁当时的福利院许的联系,并通过技术对比, 证实了,远在大洋彼岸的周奉宁,就是自己组丢十三年的女儿梁金浪。 7月初,广东白云机场迎来了以为来自美国的女孩。 当天,梁华、梁金浪妇女,时隔十三年终于再次相见。 当天的白云机场,夜布满了气球。 气球上,印着大大的几个英文i,L-O-V-Y-O-U,并用大大的中文写着。 欢迎回家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U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